阻鸭機也可以邊玩 各位朋友你好 多謝你來臨土沖縫斐的片料 今天是十二月二十五日 聖誕日傍晚時量 年紀六時 庞晚6時肥坤來到大三巴 今天是假期 又是節日 我們看看這裡有沒有聖誕的氣氛 來到這個位置,人比較多 黃昏時間,很多人還在打卡拍照 可能更晚會更加多人出來逛逛 看到朋友,感覺自由行比較多 香港朋友暫時很少 有些朋友可能逛逛 排排坐 在石級那裏吃東西 挺捨意的 手信家應該是更多人的 我們轉入內街 逛逛 時間還很早 6時多 多些 我們進來橫街 非常清靜 店鋪有很多關門 這裏是大關邪行 我們繼續向 爛鬼樓 關前街 步行街 逛逛 由於近日澳門 很多朋友都中了招 做了羊仔羊女 那個數字比在政府公佈 應該還要多 很多行業 店鋪都不夠人手 到處都停止營業 或者休息數日 連澳門的交通 巴士 往時都很密 由於近日都有巴士司機重招 連帶聖駕班次 就疏了很多 如果朋友出街 想要坐巴士 看好就上 再轉車 由於我們特首 剛好回到澳門 昨日和澳門人交代 最新消息 就是應該 可能是月尾 或者月頭 即月份 可能會取消核酸過關 跟往年一樣 什麼都不用 正常回復 由於近日 店鋪全部關閉了 包括飲食行業 都休息 很多朋友 找不到吃 想喝杯咖啡也辛苦 不要說吃碗麵 所以 為了這個肚子 他們連麵包店 都 密密幫襯 不要說搶 不要說搶購 是 多些幫襯 所以澳門的麵包店 一早就 賣光了 進來關前街 也有幾個老外 遊客 全部都不戴口罩 在關前街 這條暴行街 早前就全部關閉了 6點多鐘 已經全部關閉了 人比較疏落 好 羊過羊康全都康復 很多都出來開工 市面逐漸應該是正常的 很快來到這裏是三條街的交匯處 營地大街、關前街、草堆街 我們繼續逛逛營地大街 時間是接近7點 這條馬路都很安靜 人少車少 很多店舖一早就關門 每個行業都是早早關門 甚至休息幾天 肥坤見到那條馬路這麼安靜 都不想走這一段 沒什麼人 店舖也關門 我們轉過去旺的地方走 晚象堂、噴水池那邊應該更旺 始終是假期 居民或者自由行 都比較墜腳 這裏是板象堂 我們轉過去噴水池那邊 看一看 進入了這段 應該是 以後很多 爬水池 能夠 因為 因為 我們 來 在 放 太 到 就 我們 我們 又 雖然附近好多店鋪都關門了 很多朋友都出逛街 聖誕日可能更遲時便稍後吃大餐 呢 每款酒店塗角 1.5m製作 1.5m製作 1.6m製作 2.3m製作 1.5m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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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m製作 1.5m製作 1.5m製作 坐得滿了,挺熱鬧 很多朋友光顧 今晚現場有一隊樂隊表演 演奏 好,我們下一集再見 好,我們下一集再見